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77年5月19日上午 北京市公安局全體幹警 奉命聚集在北京體育館 準備參加對一個特殊人物的批判大會 這個人就是文革中北京官場的風雲人物 被革職不久正接受審查的 原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 一個小時過去了 大會仍然沒有開始的跡象 人們坐不住了 相互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突然不知從何處 傳來一個令人驚惡的消息 劉傳新自殺了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百年真相》 今天我們根據文革中的 北京市公安局等資料 說說劉傳新和他所處的荒誕年代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要打倒的最重要人物 是中共第二號人物 分管政法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 打的第一個反黨集團 是彭、羅、陸陽反黨集團 彭是彭真 中共政治局委員 中央政法小組組長 北京市委書記、市長 羅是羅瑞欽 曾任公安部長10年 還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長 毛澤東要打倒他們 真實原因是擔心被政變 因為中共抓權 歷來講要握緊筆桿子文宣 刀把子政法系統 槍桿子軍拳 劉少奇、彭真在政法系統居高位 羅瑞欽管公安手中有槍 他們自然成了毛要動手的對象 彭、羅被抓後 在毛澤東的受益下 從北京到全國 開始了砸爛公檢法造反運動 很快舊公安部被砸爛 舊北京市公安局也被砸爛 1967年初 由於局勢太過混亂 到處亂哄哄的 毛澤東決定對公安系統實行軍管 原來擔任南京軍區 某軍副政委的劉傳新 就是這個時候奉命進北京的 1967年2月11日 北京衛戍區司令部 接管北京市公安局 向其進駐了大約1400名軍隊幹部 軍代表接管了各處分局及基層科對所 某立善被任命為軍管會主任 劉傳新被任命為副主任 但是 某立善因故沒有到任 劉傳新就成了軍管會事實上的一把手 劉傳新這個人有個特點 很會揣摩迎合上級的意圖 所以他大受高層的賞識重用 這裡說的高層 包括新北京市委和公安部的主要領導 謝富智 吳德等人 也包括周恩來 江青等中央領導 甚至是包括後來進入中央 大權在握的王洪文 張春橋和華國鋒等人 從此 劉傳新主長北京市公安局 長達近十年 帶來一場腥瘋血雨 1967年3月24日 北京市公安局被軍管一個多月 劉傳新就對舊北京市公安局 做出全盤否定的結論 稱市公安局 文化大革命前 是個地地道道的黑窩子 一批黑幫 長期為非作歹 作惡多端 在政治上 與毛主席相對抗 前方百計 反對毛澤東思想 實行資產階級專政 企圖復辟資本主義 劉傳新緊跟上級部署 在這一年的12月 起草了兩份上報公安部的文件 關於北京市公安局問題的匯報提綱 和關於徹底改造 舊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問題 文件稱 舊北京市公安局 是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 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 10名政府局長 117名政府處長 分局長都是特務 叛徒 三反分子 全局有一千多名壞人 劉傳新還指示專案人員 從北京市公安局的偵查案卷中 搜集各級領導的批示 編寫關於羅瑞卿、劉仁、冯基平、 邢向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 李通外國的情況報告 報告稱 原公安部長羅瑞卿 原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 原北京市公安局長冯基平 繼任北京市公安局長 邢向生等31名官員李通外國 是供給敵人情報的批准人 之後劉傳新組織起一個班子 規模從300多人逐漸增加到2000多人 用一年多的時間 清查全局各內主要檔案77萬多卷 臨散材料105萬件 列出所謂出賣情報的材料8623件 叛徒、特務、反革命線索材料153,374件 並將其中85,344件編印成122冊 轉發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追查 之後劉傳新還組織編寫 關於馮基平、刑像生、敏布瑩、張烈 焦昆為首的現行反革命集團內幕 將馮基平定為特務分子 刑像生定為特務嫌疑 敏布瑩定為金晶鐵路局督察室特務 張烈定為叛徒嫌疑 焦昆定為國民黨CC系特務 這份內幕還認定 從中央到地方有39名官員參加過 日委遠東國際民主聯盟特務組織 還有教授、幹部、職工等300多人 是日委華北新亞民主同盟的潛伏特務 這份材料轉發全國後 僅在北京、天津、秦皇島、大同 受牽連的就有105人 其中91人長期背著特務嫌疑的黑鍋 重大特務間諜109名 送給美獎特務機關和英、日、緬、印等國家 各種核心機密情報1349項 共給敵人機密情報5689件 一句話在劉川新編造的材料中 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敵人的特務機關 歷任北京市公安局長羅瑞卿、冯基平、 形象生及其他主要領導 都是理通外國最大惡疾的壞人 1968年8月 劉川新根據上級指示 將70名高幹子女關進市局的哨館所 強令他們揭發父母的罪行 這些人包括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女兒劉平平 賀龍的兒子賀鵬飛、女兒賀黎明 葉劍英的兒子葉選平、女兒葉楚梅、女婿鄒家華 董碧武的兒子董良和、陸定一的兒子路德、 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等人 文革後起 劉川新逐漸向四人幫等文革新貴靠攏 到文革末起 社會上開始悄悄流傳毛澤東妻子 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江青的各種醜聞 於是 劉川新按照江青等的旨意 把這些傳聞當作所謂反動謠言來追查 僅從1975年底到1976年初 北京市公安局就追查出反動謠言一千多起 射擊數萬人 其中不少人遭到拘留和審查 1976年清明節前後 利用悼念周恩來之機 北京發生一場發洩對文革不滿的四五運動 4月4日晚 中共政治局開會將這場運動 定性為反革命性質的反撲 毛澤東侄子毛遠心向毛報告說 會議決定從4日晚開始清理天安門廣場上的花圈 標語 抓反革命 得到毛的批准 作為北京市公安局局長 劉傳新再次衝到最前線 不僅組織全部警力鎮壓天安門廣場上的民眾 而且動用計真手段 追後臺 追線索 據統計 北京市公安局在雙追行動中 共立案追查1984件 先後拘捕388人 涉及的群眾數以萬計 市局公安在天安門廣場 投機了115輛小汽車的號碼 涉及中央 國家機關 部隊等80多個單位 涉及副部長和軍紀以上官員近30名 一直追查到葉劍英 劉伯辰 鄧小平 徐向前 不要邦 廖晨 于秋里等人身上 劉傳新因雙追賣力 江青夸他 幹得好 到1976年 劉傳新已官至北京市委常委 是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是政法委書記 是公安局局長 黨委書記 成為京城最有權有勢的人之一 不過1976年10月6日 毛澤東去世不到一個月 四人幫被抓捕 不久 北京街頭出現 向櫃子手劉傳新討還血債的大字報 還有人用毛筆在一堵院牆上書寫 劉傳新要對天安門流血事件 承擔法律責任 1977年1月的一天 有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樓裡 貼出大字報 慶父不死 努難未夷 公開點名批判 劉傳新是在市局一手遮天的慶父 強烈要求清算他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 經北京市委批准 劉傳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長職務 並接受審查 劉傳新自知 過去十年 自己壞事做得太多了 那些被他整過的人 絕對不會放過他 與其被批鬥 身心受折磨 不如一死了之 1977年5月19日 他在自家後院上吊自殺 多行不易必自閉 劉傳新正應了這句古話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